二十八岁的儿子突然被查出患有肝癌晚期 这当妈的得多揪心呢 他赶快去做检查 做配型 结果又传来噩耗 养了二十八年的儿子不是亲生的 今年年初姚策被确诊为原发性肝癌晚期 二十八岁就被医生下了死亡图志书 因为当时他们听到了很多件 我今天听到这个话 后不过三个人 就找到了这个繁家繁原始 所以他当时说 女孩子还可以就干一支手术的时候 我妈就非常急 痛苦流涕 当时就归来 我说我是他妈妈 我说肯定是没有什么排斥的 我说用我的肝 一线希望我去博弹他妈 我为什么不让我家人 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正当姚策还在犹豫 要不要接受妈妈给他捐肝的时候 医院传了一个令全家震惊的消息 叫了二十八年的爸妈 竟然和姚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原来当年姚策出生时 在医院和另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报错了 今年四月三十日 姚策在江西九江 见到了他的亲生母亲 我本来都不想哭了 我想让姐姐姐 我想到二十八年了 怎么这个地方哭了 跟生母见面 一个消息让姚策特别吃惊 就在今年三月 生母也被刚刚诊断为肝癌 并且还做了手术 做时间长了会发胀 姚策的生母在怀孕时就患有乙肝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受到肝病的困扰 二十八年前 姚策出生前 她就知道 母婴传播是乙肝病毒 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之一 而姚策刚刚两岁半 就被确诊患上了乙肝 把乙肝病毒传给了儿子 这样姚策的生母很自责 但她说 其实当年在生孩子的时候 她本来早有准备 因为她知道 新生儿只要在出生二十四小时内 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就能阻断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 谁成想 因为孩子出生后被报错 准备好的乙肝免疫球蛋白 打进了养子的体内 而真正需要疫苗的姚策 却错过了那关键的乙针 两岁半 姚策患上乙肝 二十八岁被查出肝癌晚期 这一切让姚策的生母 追悔莫及 她一直幻想 当初如果孩子没被报错 那么姚策打了乙肝免疫球蛋白后 就不会得上乙肝 现在很可能就不会得肝癌 你看老天爷也不知道怎么单拍的 肝癌倒正好 我们两个在有病的时候相见了 没有 度过 度过这个卡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这三年来还是 包括这件事情是被迫接受的 孩子一生长一小 放到我们这里 两个二十八岁 结果她得这么重的病 我们受不了 我们两个真受不了 我们想尽办法 举全国的力量能救她 我们手术做得好的情况下 才能活一年 做的不是 多少月的时间 也会好 也会好 为了给姚策治病 养父母已经花了近百万 只要能救姚策 养父母觉得卖车卖房都值得 我父母其实觉醒一点 对我的情感上来讲 可能会更好受一些 因为他们给予我越多的爱 我觉得我的内心上的负担就越重 我们是抱着非常强烈的信心 去创造这么一个奇迹 但是同时 你也是要现实和客观的 也要有客观因素的想法 这样很近年 已经我完完没得去 对吧 我希望希望他们现在能选择 就是更 更正确 或者更幸福的道理 来 你给爸爸从AA念到C 快点 念一遍 自己拿着念 这是什么 28岁的姚策 自从年初被确诊肝癌晚期 已经瘦了将近30斤 现在 他每天靠着口服8种药物 支撑着体力 那么一天大概17例左右吧 感觉现在没有方案了 可能后面要改吃中药了 癌症的骨卵一旦产生以后呢 它这个骨头上的疼痛 确实非常厉害 所以我现在每天是止痛药 是不会离身的 其实讲白了 现在医生告诉我每天 其实对我来讲 都是在创造奇迹的一天 因为这个病发现的时候 就是也很重很晚 一直从4月份到12月份 整整8个月的实验 其实医院的做法 一直让我觉得不是很满意 我到现在没有见过医院领导 甚至我亲自去了河南的医院 我都没有见到 面临着越来越高昂的治疗费用 和几经协商无果之后 在律师的帮助下 姚策和他的家人 用法律手段来争取权益 今年9月 错换人生28年案 以审开庭 12月7日 案件在河南开封古楼区人民法院 以审宣判 根据一审判决的结果 除了累计赔偿姚策方 约76万元 医院还需承担60%的 民事赔偿责任 这就意味着 日后姚策继续看病 产生了合理费用 医院需要承担60% 我一直是希望院方的 尤其是院领导 能够站出来 给我一个说法 这才是我 对于我姚策而言 真正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对于我现在而言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 对吧 讲白了 你给我再多的钱 我得有命花呀 所以说 我对整个医审判决的 就是最关注的点 就是责任的一个划分 12月11日 姚策收到医院 10万元先职赔偿管 决定回到杭州的医院 继续接受治疗 自己啊 我觉得现在对我而言 就是活好现在的 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陪伴好自己的家人 那么在力所能及的时候 去回报 更 回报所有 居住过爱和温暖的人 所以我会用力地 过好自己 现在每一天 去用力地 追求我想做的每一件事情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一切都是命运 终究已注定 姚策的不幸在于 他患了重病 但正因此 他见到了亲生父母 28年前 一个不经意地 抱错孩子的举动 导致两个家庭的命运 被彻底改写 更导致姚策整个人生 被彻底地改变 让他28岁 就在生死线上 苦苦地挣扎 我们希望一切会有转机 希望姚策可以好起来 我们更希望 这样的错换人生的悲剧 可以再也不要上演了